生活中心 坐坐吧 坐在这里 那你要顺着那个纸 我身好香 你怎么顺着纸同时搞那个 对啊 本身第一次表白 表白完以后 你真就是那种 特别飘 然后你不知道你在干嘛 就就迷糊糊逗过了一整天 就是两个人都属于梦游的状态 然后我就突然感觉气氛不对 就是他好像要说些什么 这是你画的地图 画的什么 就是去那个 去佛阳 好像是 我还记得那个 我跟他表表的那个点是在 《Magic Kingdom》的西边的 地图上看 《Magic Kingdom》 靠西边的有一个什么主题公园 我记不得了 他憋了很久很久很久之后 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 喜欢你还不行 我说的是 你也不要做我女朋友 然后 然后 他就说 就这样吗 我记得他表情是这样的 他趴在这边是 困在睡觉 然后 他听了我讲这个 然后突然就很不好意思 然后就说 难道就是这个吗 然后我说我女朋友以后 然后我说 我喜欢你 这样我想补一下 因为我有点不好意思 对 都很那个 青色的少年 在这边 我说的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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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当才算了解一个人 了解到怎样的程度 才会喜欢上一个人 而喜欢到怎样的程度 才会爱上一个人 我始终相信 最好的爱情 是从成为好朋友开始的 我其实是 有点怕生的 就是不太敢探险那种 对 就是有点被逼着迫使出去了 来美国第一天就很懵 然后感觉像电影里面那种情节 然后电影里面经常看到的那种东西 就是画面建筑这种东西 看上去我还印象挺清楚的 其实小时候没有意识到自己要做什么 但是一直都知道自己不想做什么 肯定是不想做很无聊的工作 就是还是想有意思一些 一开始是准备学商 后来我最好的高中的朋友 他跟我一起上了大学 我们又是室友 然后他就是准备去学建筑 然后我就觉得 我以前好像也挺喜欢看建筑纪录片的 就是我说那我就试试建筑 然后结果一试就就入坑了 对 就是我觉得建筑与我而言 它更是一个途径 就是让我去了解这个世界的一扇门 然后我觉得我整个人会变得比以前包容很多 我对他第一印象 壮壮的女杆子晃晃 这样晃晃晃晃进来的感觉 他挺壮的看上去 一开始我会喜欢他更多一些 但是慢慢慢慢的 我现在觉得他会喜欢我更多一些 我是这样自恋的觉得 对 但是一开始第一次见面 我觉得他符合 符合我喜欢的男生的所有的标准 就是我也没有特别捣翅自己 就去见他了 只是觉得 就是父母给你的一个任务 让你去咨询一下去美国的一些注意事项 所以就去了 我还记得那天他穿了一个化裙子 就感觉像是被九年一步之教育打蒙掉了 那种学霸少女的感觉 我觉得他还是挺有少年感的吧 可能就是夏天的时候 我觉得他比较适合穿短袖和沙滩裤 整个人是比较阳光的一种状态 因为被晒的那个颜色是很健康的那种肤色 朱先生站在他妈妈后面的不远处 我记得穿着一件红色的T恤和军绿色的沙滩裤 可是后来朱先生说他从来都没有过军绿色的沙滩裤 2011年9月12号 我到达西雅图 很惊讶对数字不敏感的我能清晰地记得这个日子 陌生又新鲜的大学生活占用了我的全部注意力 直到有一天收到了朱先生的QQ留言 206 370 1184 看得出来这是一个电话号码 当时看到他留言的感觉很难形容 好像我突然意识到 我的潜意识里一直在等这一刻 那时候QQ疯狂了 基本上每天他聊 就基本上有话就说 那年一二年的 在佐札理工的第二年有一天 他突然给我发了一段音乐 我很喜欢了邻居的一首歌 叫《爱与希望》 我那时候挺喜欢的 然后他弹给我听了 发过来我就很感动 可是我那时候 挺难受的感觉 一个人待着 一个人待着做科研 挺累的 挺孤单的一个人 我们互相通QQ的时候 他就已经说他要表白了 但是我当时制止了他 我在QQ上说 我说我希望我们表白是当面发生的 所以其实又过了大概几个月 就是到我们在奥兰多的时候 他才正式地说了这件事情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那个时候会有这种执念 这是你表白那天发自贵的 对好像是 这是表白的那天 这是非常正式的 非常正式的 那时候还是很 非常正式的 非常正式的 那时候还是很 那时候还是很 不知道怎么不想蹭 我喜欢叫你王姑娘那时候 哈哈哈 现在感觉喊得好别人了 你好 哈哈哈 你好 我眼前这位美丽的女子 我相信当你收到这封信的同时 也代表着我对你的爱 泛滥的一发不可收拾 哈哈哈 其实我俩的关系早就 泛滥的一发不可收拾 言归正传 其实我只想说 王小言 自从我和你相处之后 我才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美丽 我会把这美好的记忆封存在我的内心 还有祝我们大家永存 还有祝你生日的快乐 祝你生日的快乐 我最爱说 自己生日的快乐 祝你生日的快乐 我这往已经往真的好远 我们家在哪儿 现在找不到方向了 看一下我家在哪儿 应该是靠在左边一点 左边一点 左边一条 在那边 那边 对那边 那次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们要走的那次 就要分开运动的时候还是异地 然后那天要走的那个晚上 我跟他坐在那个旅馆的顶楼 来纽约和普林斯顿之前 我们其实记忆非常深刻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总共只见了七次面 所以每一次的印象都非常深 非常依稀不舍的状态 坐在旅馆顶楼最后一个台阶 只能是暑假寒假或者是春假 然后最长的一次是九个月都没有见面 然后走的时候嚎啕大哭 我在旅馆就是那个巴士上 就走到巴士上就是很难受 他好像也是哭着走回去 然后就进入了一个非常 可能是人生特别低谷的时期 就是我可能这么尝试下最低谷的时期 就是当就是身边的人都拿到了录取信 我就一直都是巨信 我就每天给他打电话 我就说我觉得太难受了 就是我那个时候每天都在给他这种负面的信息 然后那个时候他已经收到了普林斯顿的录取通知书 我就觉得肯定就是没有办法跟他在一块 我知道他被割大录了以后 比我知道我自己被普林斯顿录了开心很多倍 就是我自己被录了就还挺开心的 但是他被割大录了以后我真的是非常开心 我那天就不想干活了 就是像两个人打怪升级 就是觉得我们要在这边生活下去 我们要怎么去达成我们的小小的梦想 然后好像又前进了一步的那种感觉 然后BERT也很喜欢纽约 他喜欢纽约的点也是跟我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俩都是比较喜欢烟火器的这样的生活状态 当时住在宿舍 听到楼下有收垃圾的声音 然后有收啤酒瓶的声音 就是那种叮铃当当的 我就觉得那一刻特别的安心 就是这种感觉是 我觉得美国其他城市都没有的 在那一刻其实 只有它是最能理解到这种心情的 所以我们俩都完全不用多说 就是互相喜悦 我觉得是一样的 就是随着我们待的时间 越来越久 发现我们经常可以用脑电波进行交流 就是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做一件事情 或者就是会自己各自在工作 但是我们会同时 哼出同一首歌 或者同一个调子 就是就是就是同一个旋律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 所以我们在做一件事情 我们在做一件事情 我们在做一件事情 上了二年级 天天做噩梦 然后他带我去了日本 然后我看到了 他心心想要去的一个美术馆 叫Chichu Art Museum 是那个 那个设计师的名字了 应该是17年的暑假 就是上完歌大第一年研究生之后去的日本 然后他就对他 然后我实习的中途他来找我 然后我们一起就去了这个博物馆在一个岛上 我其实是为了给他艺术的熏头 对 但是那次其实让我非常震动 因为我我没有想到他会比我还要感动 然后你走到那个空间里面 你就会觉得这三幅画就应该属于这里 它的它的光线它的气场 它整体融合的特别好 我就说不出来那种感觉 然后我顿时那一下就哭了 就是因为跟我那时候的工作环境 就是冲撞太激烈了 就我工作环境特别的压力很大 然后当我看到有这么一个非常祥和 非常融合的这么一个状态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就是我想达到的状态 他诚实 善良 坚定 敢于说出大家不愿意承认的最简单的道理 他同时又很困惑 迷茫 总在思考没有人在意 并永远找不到答案的问题 他奇怪 却很真实 而真实 在这个星球上 是多么难得的一件事啊 你特别要坚持搞一顿是吧 你特别想搞一顿 你一来后后坐上起来 七八点 然后把食材 起来看 然后就开始看电影吃火锅 然后一起吃火锅 然后快点睡会 快点睡会 快点睡会 吃吃吃吃吃 吃到多了 应该长达八个小时 我吃 我就是三个小时 从最没到怎么吃完 那你就写吗 怎么写啊 长达十二小时 八怎么写啊 Oh my god Oh my god 哎呀 太可怕了 就回到学学一年纪了 然后这个是 真的不能用手机啊 要学会写字 毕业之后搬家 对不起啊 你在我家吃小龙虾 毕业搬家 你在我家吃小龙虾 吃点稀里哗啦 这是社畜的日常 社畜的日常 社畜 树怎么想 田子底吗 写2020年8月4日 对 然后呢 相识 相识即十年 我都不得了 我都不得了 我觉得 他很想 测试 我会做什么 所以我去的 求婚视频 就会取得是 迪士尼有个动画 叫Pipperman 你们应该都知道 嗯 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 我超喜欢的那个动画 就有点 他这个动画给我感觉 就是有点 茫茫人海之中 你永远不知道你的命运是什么 你不知道未来发现什么 但是就像有一种隐形的线 牵在一起的感觉 那天其实我上班的时候 大概四点多 四五点钟 他就给我发了一个视频的连续 从一个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到一个奔跑 像一个目的进发的感觉 也就是像是一个 我跟他之间在我看来 我的心路的历程是没回事 但是我完全无视调了 因为他经常给我发 什么奇怪的YouTube的视频 然后觉得肯定又是一个 什么沙调视频 我一直在慢慢闪现的感觉 然后突然就想起来了我是谁 然后我要去干嘛了 所以你看到后半段 就是慢慢组织变成彩色了 我根本就没有管 后来他大概六点钟的时候 突然跟我说 你视频看了吗 看完了你就下来吧 然后我就突然意识到 好像情况不太对 这边就是我突然意识到 我就是这个照片里的人 然后 对 然后我正在跟我室友聊天 然后室友就知道了这件事情 然后室友就超激动 然后太太在那边尖叫 然后我就点开那个视频看了 所以其实是一种很慌乱的情况下看的 手指一打就出来了的感觉 然后整装待发出门 完全没有导致的一种状态 就下去了 谢谢 我希望你大家的最好 很感兴趣 很感兴趣 好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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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里生活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生活 我们在这里工作 好感兴趣 她在这里工作 对 我 对 谢谢 谢谢 再见 他们在吵架吗 他们在吵架吗 是的 我们在吵架 我现在看标志的地方 不要看标志的地方 我看不见我们家 因为是飞的 看不见我看不见 我看不见 大家就在哪个方向 我就是要用颜色来定认 你怎么用颜色 我感觉上面那个顶亮的是 Uber有一个像 Uber Uber 很像Uber 很像Uber U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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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塑料的标签 然后他就自己搭那个刀切 他签了以后他就突然尖叫 然后我说怎么了 他说签到那个塑料了 然后他就在狂死那样刀 然后我说 我说怎么 我说你天天都在吃塑料 只是你没有看到而已 然后对就是这种方面很不一样 就我觉得合适是契合 底色的契合 就每个人的底色 就是三观 你也可以这样说 现在的关系更有点像 你知道汤姆和杰瑞 真的就是那样 他们怎么玩 我们就是怎么玩 我更像汤姆 他更像杰瑞 然后他在我心中 就更像那种蜡笔小青 猫和老鼠的关系是什么 就是感觉他们天天打闹 然后虽然猫要捉弄 老鼠天天捉弄猫 然后猫要想吃老鼠 但是他们最后发现 都彼此离开不了对方 就是这种关系感觉 我们俩都是觉得 如果一些小的事情不能相融合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本质上是特别不一样 或者三观有特别严重的冲突的话 就没有办法走得很长远 基本上跟他相处一段时间 我就觉得这就是第一次 生活的小事 慢慢地加分 这样到最后就是 我不能没有你这样的感觉 梦为努力 浇了水 爱在背后往前推 对 就这种感觉 这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猫和老鼠的状态 因为我比较喜欢做恶作剧 就是我经常做一些恶作剧 然后他就经常问我说 你觉得你40岁的时候 还会做恶作剧吗 我就思考了 我就觉得 我应该还会吧 206-370-1184 206-673-7328 我的 不好意思 再确认一下你的名字 王小妍 你的是朱晨杰吧 我看你的名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